大家好,我是舒适之夜的Jamie 今天为您提供多伦多一些租房的小知识 在加拿大相信大家随处可见各种地产经济的名片、广告、华人的更是不少 所以舒适之夜在这里想提醒大家 地产经济尽量选择大公司或者是朋友用过推荐比较靠谱的经济 如果刚开始没有找到很好的房源 随便自己签了合同,最后吃亏的还是租客自己 找房子的时候切记不要交纳什么中介费 中介的费用只会向房东收取,而对租客是免费的 入日之前最好亲自去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 比如炉灶、插座、冰箱、水龙头、灯具 看看是否正常工作 如果有问题及时发现拍照取证 以便及时要求房东修理 可透一般是按年签 到期之后租客可以选择是否续约或者是搬走 签约的好处是可以最大化的保护租客和房东双方的利益 如果房东不想签约的话 租客一定要小心了 以上就是舒适之夜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租房小知识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随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哦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随时电话联系我们